大家好,這邊是RPS的狂比 11月份真的很充實 上一週也去看了為了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 紅傳說 帶一幕的去享受爆裂魔法的震撼啦 首先這部電影完全是針對看過電視版的觀眾 沒有看過原作動畫一二季的人來看 絕對會一團霧水 要看之前要確認至少看過電視動畫版 再來享受爆裂魔法的視覺衝擊 如果是小說檔的粉絲可能會覺得很多地方被修改 而因為改的好不好真的見仁見智 這邊是覺得可接受的 但是的確有大幅度的改動 小說粉絲也有可能不滿意 評論而言呢 電影版跟電視版動畫一樣 一如往常的為大家帶來滿滿歡笑 觀音過程沒有冷場是一部相當適合紓壓的電影 接下來 影片會介紹劇情 最後也會有對電影的一些心得與感想 因為涉及到劇透 如果不想被爆雷的觀眾 可以點開影片下方直接跳轉到最終結論部分 那麼 5 4 3 2 1 故事一開始描述何真一行人接受任務賺取獎金 但是因為會會的爆裂魔法所以又搞砸啦 何真氣憤的說著 你的爆裂魔法是零分不應該是負分吧 於是大家繼續過著負債的艱困生活 此時 負債的好友雲雲突然出現拉著何真要跟他生小孩 阿克雅 負債 達克尼斯都大吃一驚 何真則是覺得自己就像HG主角一樣也該走桃花運了吧 雲雲解釋原因說是故鄉的川普斯預言 故鄉紅魔之禮 將會被魔王軍給毀滅 要他跟異界來的何真結合生下可以打倒魔王的勇者 後來呢 整件事情發覺都是烏龍一場 何真被大家酸了一輪 雖然紅魔之禮的毀滅預言是假的 但是會會還是有點在意想回故鄉去看一下 於是呢 4人去找維茲 請他用傳送魔法送他們到紅魔之禮 而維茲的老同事巴爾迪也登場 順便跟何真聊到購買專利的話題 何真即將要有3億入賬 似乎有機會從負債生活翻身了 何真四個人被傳送過去後馬上被一群伴獸人追 本以為是女角們的偵操危機 沒想到卻是一群女獸人 變成了何真的偵操危機 最後靠雲雲等人解救 來到紅魔禮後會會帶大家來到家裡 認識了家人鄰居跟以前的同學 突然魔王軍來襲警報響起 村人前往防守 紅魔之禮的村民用各種強大魔法 一面倒領壓魔王軍 何真一行人看得目瞪口呆 這麼強大的紅魔之禮 不是魔王金可以輕易攻下的 於是變成了觀光行程 一下拜訪會加一下是魔法大學找雲雲 也間接得知了關於雲雲與惠惠的過去 學生實習的他們都很努力的存技能點數 為的就是直接點出上級魔法 惠惠也是存著點數等鍊成爆裂魔法 某天惠惠的妹妹遭受魔物襲擊 此時惠惠正猶豫著是否放棄爆裂魔法 將點數分配到其他魔法之際 雲雲竟為了惠惠的妹妹 將努力存得的點數 點到終極魔法 擊退魔物 惠惠也因此能順利的踏上自己所追求的爆裂魔法之路 但也正因如此 學生時期的雲雲再怎麼存技能點 也無法點出上級魔法 所以呢被同學排擠 有一天晚上魔王軍幹部 錫薇雅潛入村中抓了 和珍當人質 和珍被帶到紅魔之力封印天儀的地方 錫薇雅的目的是要取得人稱魔術師殺手的終極兵器 可以讓所有魔法無效 讓他可以順利攻下紅魔之力 在錫薇雅的威脅下 和珍幫他解開了封印的機關 錫薇雅以自己特殊的融合能力 與魔術師殺手合體 完成後開始在村中大大四破壞 所有魔法都對他無效 村民陷入空前大危機 和珍認為自己有著重大責任 而苦思破解計劃 最終他想到了一個點子 並由自己前去執行他 他讓阿克雅幫自己 上了許多層的祝福後 前去引誘錫薇雅 與自己融合 因為他認為合體之後 自己的破綻 超低的能力值 與沒用的抗性 可以成為錫薇雅的破綻 並相信 在經過阿克雅的祝福後 爆表的幸運值 應該可以讓自己存活下來 而維茲與霸底也來到紅魔之裡 要找一位工匠來談和珍的專利生意 但看到村裡大火煙燒 也投入了戰場 與前同事 錫薇雅作戰 但是有魔術師殺手的錫薇雅 太過無敵難以壓制 最後維茲集合所有的村民 收集大家的魔力全部灌給惠惠 霍惠與雲雲聯手放出史上最大的爆裂魔法 加上 和珍與錫薇雅合體後賣出的破綻 最終將錫薇雅擊敗 而和珍就這樣掛了 最後還是有被惡里斯復活了回來 總算主角敵惠得法 而得救後的和珍這次也給了 霍惠新的評價 這次的爆裂魔法 是120分 故事到了尾聲 和珍巴爾黎表示紅魔之禮毀了 原本跟和珍的生意也做不成了 和珍一行人 繼續過著窮酸的負債生活 劇中 電影作為電視版動畫的延伸表現得非常好 以人氣角色惠惠為中心發展出來的故事 不管是害羞的表情或是超級中二的表現 都很好的表現出惠惠的魅力 簡單來說紅傳說是很好放鬆與紓壓的作品 從頭到尾時而嚴肅又自然的穿插搞笑幽默的橋段 歡迎感受上可以說是毫無冷場 劇中角色的鮮明個性也是賣點 主角們浮誇的表現 透過有點崩壞的作畫 讓角色的演出更為生動活潑 是系列作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論好笑度 個人覺得比起電視版笑點算是少了些 但是多了很多感情戲 對應電影的主題同傳說 因此劇情的主分量都放在惠惠與雲雲身上 也把紅魔一族的背景設定交代得更為詳細好懂 加強了何真與惠惠的感情互動 也補充了很多惠惠與雲雲的友情 要說缺點嘛 就是阿克亞跟達克尼斯的表現 就比平常少了很多 變得有點邊緣啊 雖然電影還是會表現兩個人的特色 但是個人特殊的脫序表現 比電視版要少上許多 所以想看阿克亞的傻樣或是達克尼斯的掃根精 紅傳說可能無法滿足你 但如果你本身就是惠惠的爆裂魔法洗害者的話 一定要前往戲院觀看 享受最大的爆裂魔法 也讓我們一起期待下一季電視版的來臨吧 好的那麼這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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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